张化有一名91岁的阿嬷 手臂上长了长7公分 宽4公分的脚 家属原本想在北部治疗 后来到桃园龙德公问室 竟然收到了四妈祖的先介转诊单 要他们去找张化秀传医院的 一般外科医师黄汉斌求救 黄医师表示 阿嬷罹患的是喊病皮脚 目前已经开刀治疗 后续还得进一步来化验 确认是良性还是恶性 而这离奇的过程 也让黄医师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他就是被妈祖亲自点名的张化秀传 一般外科医师黄汉斌 人生头一遭收到先介转诊单 确实是那么久以来 我第一次收到妈祖的转诊单 原来一名住在张化的91岁阿嬷 手臂上长了长7公分 宽4公分类似动物的脚 原本家属想在北部就近治疗 后来前往桃园龙德公问室 竟然收到四妈祖指点迷津 好像医生的名字 他说第七页 直接咬头不对不对 看到那个黄医师的时候 他就点头说就是这一个 几乎家属叙述来龙去脉 也让整间年轻医师听了 惊呼老师你还认识台北的妈祖啊 这也让黄医师听了不可思议 这些年来只参与过张化南窑宫 和陆港天后宫的回轮抬教活动 对台北可说是人生地不熟 但相信这是妈祖自有安排 目前阿嬷已经顺利完成手术 后续还得再确诊是良性还是恶性 以决定下一步治疗怎么走 而这回司马祖酱肉认证 也让黄医师谦虚的说 就是做好他应该做的 还说会在抽空去桃源龙德宫 上香祈福 记得我们真话 参观到